那外国游客因为有一些付款APP无法下载 所以没有办法充值 但是没有问题哦 你只要将你的护照个人资料那页 便拍照保存到APP内 到站时秀给注点人员看 只需要给他们你想要充值的现金 他就会协助转账到你个人账 嗨大家好 我是越南强林 现在大家又多了一个可以游览胡志明市的方法哦 也就是公共脚踏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是胡志明市首度开放公共脚踏车给大家哦 那他开放的日期是12月16日 那据强力了解 他搭乘一次只要5000越南盾 那总共时长你就可以骑30分钟 那他一共有43个站点 那大家就是可以看地图 那他其实也可以透过APP来查看 现在每一个站点的那个脚踏车剩余的数量是多少 所以你也不用怕白跑一趟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脚踏车呢 那你就要下载那个DNGO这个公司 他们的APP 然后呢你事先充值到里面 那你只要用他们的QR Code 扫描他们的脚踏车 那你就可以使用了哦 那现在强林呢 马上就来帮大家使用看看 然后比较一下跟台湾的U-bike有什么不同 那或者是跟着我一起骑着脚踏车 简单逛一下胡志明市吧 Let's go 那目前每个站点都会有注点人员 所以有操作上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们哦 那外国游客因为有一些付款APP无法下载 所以没有办法充值 但是没有问题哦 你只要将你的护照个人资料那页 便拍照保存到APP内 到站时秀给注点人员看 只需要给他们你想要充值的现金 他就会协助转账到你个人账户里哦 我们下期再见 看這英知煥發的小藍馬流流車 品拔的骨架 帥氣的置物欄 富有彈性的坐墊 及帥氣的紋身 最後足以完美的手機座 帥 可以隨時查看這裡乘租的時數與金額 也可以找每一個站點剩餘可租的車輛數喔 按鈴鐺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好 那這就是強尼幫大家試乘一下 那個越南胡志明市首次開放的 公共腳踏車的一個記錄 那其實呢 它跟我們的U-Bike比起來呢 就是其實都差不多啦 只是因為它真的是五千塊越南盾 相當於台幣六塊錢 就可以騎那個三十分鐘 那我還有一些越南朋友 他當初在台灣看到說 欸這個台灣有U-Bike 如果發生在我們越南的話 大概一分鐘全部都不見 所以呢 後續到底會不會不見 其實也可以值得期待喔 那今天的試乘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掰掰 當你到站並停放好之後 先將腳踏車的保險索鎖上 再進入到APP操作 選擇下方P圖示 再依序跟著步驟選擇深藍色按鍵 就可以成功還車囉 最後給它五顆星滿分吧